一些的假期結束了之後 還沒有出來做確認的部分 這也有可能有一部分 連兩天都落在8萬例維持在高遠期 不過縣市分不轉變 台中首都變成全台最多 再來新北高雄都是1.1萬多例 第四名桃園8039例 接著依序台南彰化台北 市立局會中心認為6月10號反轉下降 只剩下兩天是否會達標 有可能降到千里以下嗎 韓國 紐西蘭 香港 新加坡 等等的這些案例來看日本 都沒有降到一千里以下 那只有香港 香港那時候他起來的最快 也相對的高 帶來的也最猛 那疫苗打的情況不好 不過降下來他也是降的最快 降到比較低的一個低點 畢竟要壓下整部疫情 還是需要時間 就算打了疫苗 都還會發生突破性感染 根據統計今年18歲以上 完整打滿3劑人確診 也就是取得無敵新興者 有39.8萬人 其中高達98.6%都是感染 Omicron 僅有1.4%是Delta 看得出來Omicron更難防 另外傳出觀光局 已經被好出入境旅客指引 包含兩天前要有PCR 陰性證明 打滿3劑 另外要團進團出 降到0加7的這樣情況 我認為這個時機恐怕還沒有成熟 但有一部分人是非常有這樣的期待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我們非常不希望這樣期待 所以基本上要走大概會說 逐步的縮短 檢疫的天數 那以目前來講規劃 那3加4的可行性 可能性是最高 職位中心還是認為 開放要逐步朝3加4方向走 不會一下就全開 完全不用隔離 同時商務客優先得看成效才能再滾動調整 若一下鬆綁太多 就怕疫情再起難以掌控 日本新聞 連制作宣SNG小組特別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